第一十七届亚太电影节正在举行 第一十七届亚洲电影大奖入围名单公布 青年演员王一博凭借电影《无名中叶先生一角》 获得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提名 恭喜王一博 亚洲电影大奖创办于2007年 被认为是亚洲地区最具权威的电影奖项之一 被称为亚洲电影的奥斯卡 亚洲电影大奖入场门槛高 往往是亚洲各地区最高奖项获得者入场竞逐 含金亮MAX 今年获得提名的王一博 更是大陆地区为二提名的男演员 亚洲电影大奖背后 是香港国际电影节 釜山国际电影节 东京国际电影节的亚洲三大国际电影节 含金亮和影响力都更上一个台阶 此次王一博获得最佳新演员提名 亦是其辈更广大意义上的电影业内的接纳和认可 虽然黑水遍地 但仍有一股清流 努力总会被别人看到 天赋不会被黑水淹没 电影人王一博 实至名归 也必将越来越好 王一博语义出城 金鸡之后再获大奖 提名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 被受关注的亚洲电影大奖提名名单揭晓 其中中国新生代演员王一博 凭借在电影《无名》中的出色表现 被提名为最佳新演员奖 这一荣誉不仅代表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卓越表现 也证明了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 在电影《无名》中 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深入人心 他以精湛的演技诠释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 他在电影中的表现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和好评 赢得了许多观众的认可 他的表演自然真实 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潜力和才华 亚洲电影大奖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奖项之一 每年都会吸引亚洲各地的优秀电影作品参赛 该奖项评审团由多位国际影坛举足轻重的人士组成 每年于入围名单中挑选最优秀的作品 颁发多项大奖及特别奖 因此 王一博能够凭借吴明获得最佳新演员奖提名 足以证明他的表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高度认可 此次提名对于王一博来说意义重大 不仅是对他个人才华的肯定 也是对中国电影产业的肯定 他的成功表明了中国新生代演员的实力和潜力 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也激励了更多的年轻演员积极投身于演艺事业 为电影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一博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演员 也是年轻人的榜样 他正在为中国第七艺术产业不断努力 2023年也可谓是电影人 王一博的丰收年无名长空之王 热烈一年三部高质量作品 收获了傲人的成绩和口碑 并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用心体为角色 踏实魔力演技 在电影之路上永逸前行 我们期待王一博在演艺事业上 取得更多的突破和成就 相信他将继续发挥自己的才华和潜力 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贡献 更多优秀的作品 同时 我们也希望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 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进步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 到中国电影的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